哈喽大家好,我是Mone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给大家带的是今年Q2的空瓶剂 就是我四五六三个月用掉的护肤品空瓶 东西不算很多,就后面这些 在最后呢,我也会给大家计算一下这里边正装产品的总价值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从卸妆清洁产品开始 那面部卸妆产品一个空瓶都没有 可想而知真的化妆化的很少 眼部卸妆产品呢,也只有这一瓶 这就是Avant的卸妆水 其实这款是全脸可用的 但是它里面看起来是水油分离性质的 所以我都是摇匀,然后来卸眼唇妆 它卸防水的眼线,睫毛膏或者唇釉都是非常干净的 然后成分也非常柔和 这瓶是原价很贵的,我是在盒子里面开出来的 如果让我单买的话,我肯定不会舍得买的 另外呢,还有两包这个Costco卖的Kirkland卸妆精 这个我是用来卸试色的 我当时买了一箱,到现在还没有用完 30瓶一包,卸试色非常划算 再然后洗面奶呢,作为洗面奶大户 用掉了三瓶 这三瓶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瓶子上字都已经被磨没了的 资深堂的时光琉璃洗面奶 我之前推荐过 这瓶洗面奶它虽然比较贵 但是呢,它一方面又很耐用 然后它的使用感真的非常高级 它是我喜欢的泡沫很丰富很细密型的洗面奶 而且洗完了以后会觉得脸也很保湿 就是一点都不会干 香味也很高级 这个真是大遮就要吞 另外呢,我还用完了一款这个 百管资深堂的 这款洗面奶,它是适合油痘机的 它是我用过的资深堂洗面奶里边 我觉得最强效 用完了脸会最干的一款 它里边会有一点点细小小颗粒 但只是很少 不会像那种磨砂洗面奶那么多 因为我是混油皮 我也蛮容易长痘的 所以我对于这种稍微有点拔干的感觉 我是无所谓的 泡沫也非常细腻 这款我也挺喜欢的 我觉得它性价比很高 它要比时光琉璃的便宜很多 再然后就是这个 Kate Samovil的Exfolicate Cleanser 这款洗面奶应该在上期的空瓶器里边也出现过 不能说难用 就是比较一般 以后也不会回购了 它就是披着一款感觉清洁力很强的外衣 就从它的名字啊 它的成分啊 看起来都是一个强效清洁的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偏温和的洗面奶 那是属于泡沫型的 然后但是泡沫并不丰富 作为混油皮 我还是倾向于把它作为成间洁面 用它做晚上清洁的话觉得不太够 所以卸妆洁面类产品呢 眼唇卸一瓶 两包卸湿色的卸妆精 和三瓶正妆的洗面奶 不算多 竟然油瓶类挂离 再然后是爽肤水 我觉得爽肤水我也比较失败 只有一瓶 就是Murad紫色这个保湿系列的爽肤水 这瓶也是正妆 它是180毫升的 作为一个单纯的保湿型的爽肤水来说 它是合格的 保湿效果也好 用起来也不粘腻 Murad我也用过它们蛮多产品 我是觉得它们紫色这个保湿这条线 跟它们别的产品 特别是比如说 湿黄唇那条线来说 算是非常普通的 它们的紫色保湿系列 市场上真的有千千万万的替代品 根本不出挑保湿不需要买Murad 接下来呢是面部精华 有一把 其实这里边正妆 只有一瓶 这个就是我之前也一直推荐 然后很喜欢的 Bio Effect EGF精华 这款精华呢 它就是修复效果特别好 因为我是属于就是经常会挤痘痘 然后挤黑头 脸部日常会有些红肿的地方 我会觉得晚上擦完这个精华以后呢 它的修复效果真的非常迅速 脸上的脱皮啊 红肿啊 还有不稳定啊 它全都能很快的压下来 这瓶虽然很小 只有15毫升 但它非常耐用 每次只需要用一小滴 这个也是会一直回购的产品 另外呢 用完6瓶中药 其中我两瓶是一样的产品 我就来说一下 这个是Cate Samovale的一个明星产品 它是VAVC精华 这款精华是属于药效猛 见效快 但同时 它的刺激性也蛮强的 我觉得我用完两瓶呢 这两瓶加起来有16毫升 是它正装的一半 用完了正装的半瓶精华 我还是不能说 我的皮肤已经建立了它的耐受度 用它有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皮肤不稳定 但同时呢 它的一个效果也是蛮明显的 因为它里面是湿黄唇加VC 它擦完以后 皮肤会明显出油没有那么多了 然后会比较平滑一点 白净 这款是只能晚上用的 我觉得皮肤耐受度比较强的人 可以试试看 另外这四个中样呢 有亚顿的这个保湿精华胶囊 还有它们的湿黄唇胶囊 切尔氏的美白精华 和这个Balance Me的这款 就是植物性可以替代湿黄唇的精华 这四款呢 目前用下来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感受 因为太少了 所以这次面部精华 正装的用完一瓶 中样用完六瓶 其实这些加起来也蛮多的 眼部产品呢 只用完了一样产品 真是太失望了 NIO的眼精华 这款精华真是 我都不知道用掉多少瓶 它真的保湿效果很好 然后吸收又很快 叠加眼霜又不搓泥 成分也非常柔和 我眼部过敏的时候也可以使用 身边必备产品一再回购 跟所有眼霜都很百搭 再然后面霜呢 你们也知道面霜用的很少的 但这次还是有所成就的 我用完了一款这个Gronachimist的排毒碗霜 这个也是之前在盒子里面开出来的 这是一个澳大利亚的牌子 就非常的植物 它的路线就跟ASOP挺像的 然后它的气味呢 跟Judic的玫瑰护手霜一模一样 真的是完全一样的 这款碗霜比较喜欢它的点呢 就是它质地比较轻薄 就比较偏乳液类型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突然皮肤会变得比较干 那段时间我晚上只擦精华液的话 还觉得不够 所以我就叠加这个碗霜 它质地就是又保湿 但又不会过厚 它挺适合我们混油皮或者油皮的 其余的呢 也没有什么别的明显功效 另外呢 我还用完了一个这个 Codele美白的配套的面霜 这个是当时买精华液送的 同款的美白精华 你们也知道我非常喜欢 就是我也回购空瓶了无数次 这个面霜呢 就是还可以质地也不厚 也还挺水润的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效果 就是叠加精华 增多一点滋润度而已 所以面霜一共只用完了 一个正妆 然后一个中样 再接下来是面膜 这次终于留下了一些面膜盒子 首先是这个 Philosophy的清洁面膜 这里边是白泥 这款它的清洁面膜里边 是属于比较强效的 比较适合那种偏油 然后长痘的皮肤 而且它里面有大型的颗粒 你按摩的时候 同时也可以起到去角色的效果 像我很喜欢把它用在T恤 因为我T恤出油很多 或者有的时候 如果一下子就是长了几颗大豆的话 我也会在局部用这个清洁面膜 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强效款产品的 然后还用完一盒这个 Real Beauty的VC面膜 这也是盒子里边开出来的 就是还可以开架面膜的使用感 随便用一用 这个也是韩国造的 就很有那种 韩国开架小面膜的感觉 然后呢 我还用完一盒这个 也是韩国的牌子 J Dream的睡眠面膜 它里面是独立包装 一条一条的 就有点像那种维生素粉 一共是有湿条 这个产品就是保湿的 哇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不能作为睡眠面膜 它擦在脸上就像果冻一样 它不会吸收 它也不会干 我有天晚上比较累 就擦这个面膜 没有洗掉 就想直接睡觉 结果导致失眠了几个小时 我只能养着睡衣 动不动 但凡稍微动一点 脸就开始粘整套 粘头发粘被子 作为一个涂抹型的保湿面膜的话 它还不错 它保湿效果还挺好的 它真的让我回想到了 曾经被兰芝睡眠面膜支配的恐惧 另外还用完了一个小的 Fresh的中样 是它们的莲花面膜 用完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是15毫升的 所以面膜类的呢 清洁面膜用完一支 另外滋润型的面膜 两盒 还有一个中样 挺少的吧 接下来又是很多头发产品 首先是这个 科研师益生妆的 氨基酸洗发水 这里面是有椰子油成分 它闻起来是会有一种 很明显的椰香 这个就是便宜大碗 打折的时候囤货 一瓶断断续续 可以用半年 真的非常划算 像夏天我就不是太喜欢用它 我觉得它有点过于滋润 天冷的时候用它正好 然后还用完这个就是 发泥 还不知道叫发烟 这个是Goop Beauty的 它里面是有很粗颗的喜马拉雅烟 是跟Christophe Robin 海盐洗发比较类似的产品 我当时买它是因为 Christophe Robin的 什么海盐 或者玫瑰啊 我已经用了太多了 我想找点类似的产品 所以就买了它 它用起来也蛮类似的 挺适合做一个头皮的深层清洁 我觉得这种很大颗的粗颜粒 就是揉在头皮上的感觉 还是挺爽的 不需要天天用的 它是跟平时的洗发水 就是穿插着使用的 用完它以后呢 会觉得头皮出油有变慢 接下来老朋友 Ola Pax 每期都会出现的产品 首先是这个零号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口真的很难用啊 每次只能洗那么一点点水出来 我后来是直接把这个瓶子拧开 然后倒在头上 这零号的水呢 是跟三号的发膜搭配起来使用的 就是先用这个水直接涂在干的头发上 等十分钟 接下来呢 再上三号发膜 再等十分钟 然后再去用洗发水洗 这一套下来 对于极度受损头发 就是那种漂完的头发 效果真的特别好 我是一边上网追剧一边 把它们擦在头发上 然后会就是等很久 用一次头发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就会觉得头发活过来了 头发有水分了 摸起来也是比较柔软的 不会像原来那么干枯了 这个可能健康的头发 用下来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但是漂烫染头发的话 非常推荐 四号洗发水 还有五号护发素 也是一直用的 就是用完以后 头发非常闪亮 洗护产品结束 还有一瓶防热喷雾 就是我之前囤了很多的 IGK的goodbehavior 这款防热喷雾跟市面上的防热喷雾最大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它能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比较蓬松 发量比较多 最好把头发至少分一层来使用 这样子它的一个蓬松支撑感会更加明显 特别是细软塌发的朋友 非常推荐尝试一下 所以头发产品里边 洗发水用完了三样 其中有一身的 护发素用完了一瓶 神仙水用完了一瓶 然后防热喷雾用完了一瓶 再然后就是身体乳了 首先是Tocastella 它们的香水跟头发香蜂是一个味道的 是我很喜欢的甜橘味 身体乳跟护手霜是青橘子皮味 这款就是闻起来酸酸的 然后它的质地也是身体乳里面算是很薄的那种 总体来说这款产品很适合夏天使用 另外还用完了一瓶这个Coris的 这个是罗勒柠檬味 Coris的身体乳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不是非常喜欢 因为我之前也用完过别的味道的 比较厚比较硬的质地 然后不太好推开 然后擦在身上呢会有一种打的蜡样的那种滑滑的感觉 反正我不太喜欢 另外旅行妆的两个 那这瓶呢我是非常喜欢的 是这个Dermalogica的护肤油 我不知道这瓶的症状是不是也这个包装 我这个是旅行妆的 然后你看它是做成这种香蹄液的滚珠型的 人才真的是人才 因为大部分的身体瘤都是这么大瓶口的 然后倒出来的时候真的非常容易撒出来 这种滚珠状的真的超级好用 你又不用担心撒出来 你又可以这样擦的非常均匀 我希望以后身体油都促成滚珠形状的 这款身体油它里面是佛手柑跟橙花 也是我喜欢的味道 使用上的感受就是非常高级的精油 就很有SPA感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这个身体品牌Mio 这款是他们的Shrink to Fit 就是去橘皮霜 去橘皮的效果呢我是没有看见 我也不相信一个身体乳可以去橘皮 但是它用上去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非常清凉舒缓 有一种凉凉辣辣的感觉 你终于是要更加刺激 所以身体乳呢正装用完两瓶 然后旅行装用完两瓶 最后就是其他乱七八糟 美瞳两合这个Holinaria的花五精灵 这款我真的非常喜欢 现在好像也没得卖了 只有真的用上去特别舒适 然后三小只这个Craftree & Evelyn的护手霜 终于拍完了今年第二季作空瓶剧 我计算一下这里边所有正装产品的总价 是税后1464加币 折合人民币是7442人民币 跟第一季度相比呢是有所降低的 第一季度是1612加币 8482人民币 我好像每年都是越用越少 第一季度用的最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计算 一共用完多少产品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